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明镜头条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要深入探讨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 威廉·伯恩斯所提出的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议题 俄罗斯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的风险 伯恩斯在伦敦的公开活动中指出 这一风险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遭遇挫折后 变得更加真实 这无疑让全球都感到震惊和担忧 此外 伯恩斯和英国MI6负责人理查德·摩尔一致强调 乌克兰军队的近期行动不仅是战术上的突破 也对普京的宣传造成了重创 两位情报首长警告首长警告说 西方国家必须保持警惕 持续支持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威胁 并表示不应该被普京的霸凌行为所吓到 他们还对中俄伊北韩之间日益增长的军事联系感到忧虑 并讨论了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停火协议的必要性 这一切都表明当前的国际局势依然复杂而危险 未来的发展依然需要我们密切关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这篇文章源自DNBC新闻 报道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系IA局长威廉·伯恩斯和英·布尔 在一次伦敦活动中的发言 探讨了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背景下使用核武器的实际风险问题 这次活动由伯恩斯与英国情报机构MI6负责人 理查德·姆尔·Richard Moore共同出席 内容引发了全球对当前局势的深刻思考 伯恩斯在活动中提出 两年前当莫斯科的全面入侵乌克兰遭遇挫折时 俄罗斯使用战术核武器的风险是真实存在的 他特别提到乌克兰军队进入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的行动 这是一次显著的战术成就 削弱了普京对战争胜利的宣传 这一行动不仅对俄罗斯造成的压力 也改变了战局的动弹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法罗迪米里斯·兰斯基 在接受MBC新闻采访时表示 基辅计划永远控制已经夺取的领土 这声明无疑增加了俄方的压力 伯恩斯强调 美国对俄罗斯可能动用核武器的可能性非常重视 并警告不要低估战争升级的风险 他回忆起2022年秋季的某个时刻 确实存在俄罗斯使用战术核武器的真实风险 然而他也指出 我们不应对普京感到恐惧 因为他只是个霸凌者 努尔在发言中也强调 西方国家不会被俄罗斯的威胁吓到 他表示西方必须继续支持乌克兰 帮助他们恢复独立和主权 这种坚定的立场显示出 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 不会因为俄罗斯的威胁而浅迫 在这次首次公开亮相中 两位情报首长均认为 乌克兰对俄领土的攻击 削弱了克里姆林宫关于战争必胜的论量 努尔形容这次进攻是乌克兰人胆大妄为的典型例子 但他也指出 结果仍未见分享 无法预测乌克兰军队能在库尔斯克地区坚持多情 此外两位情报首长对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之间 运异增进的军事联系表示担忧 努尔指出 乌克兰冲突显示出这些国家之间的务实合作正在加强 例如俄罗使用伊朗制造的无人机、中国的军事实践零部件以及北韩的靠弹 这些都让人感到不安 谈到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停火协议时 伯恩斯表示 新的提案将在几天内提出 但他不愿预测是否会有突破 他强调 尽管面临诸多障碍 停火协议仍然是降低紧张局势 避免更大范围冲突的最佳机会 摩尔补充道 虽然最近几周避免了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直接冲突 但达成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停火协议至关重要 他指出 尽管当前局势令人担忧 如果不达成停火 冲突的风险仍然存在 这将对中东地区造成更大的灾难 在被问及伊朗是否向俄罗斯提供短程弹道导弹时 伯恩斯未确认这一消息 但他表示 这样的行为将是伊朗和俄罗斯防务合作的重大升级 在《金融时报》上发表的联合专栏中 伯恩斯和摩尔强调 英美合作是两国关系的核心 他们指出 两国正在共同努力阻止俄罗斯在欧洲的鲁莽破坏行为 这些行为旨在对抗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 摩尔特别强调 打击破坏行为需要老太的安全和情报工作 并识别出俄罗斯的情报官员及其所利用的犯罪分子 他指出俄罗斯使用犯罪分子显示出他们的绝望 因为他们无法依赖自己的情报人员 总的来说 伯恩斯和摩尔的言论揭示了当前国际局势的复杂性和危险性 乌克兰战争不仅涉及到核武器的现实威胁 也凸显了西方国家支持乌克兰的坚定决心 同时 全球情报界对中俄一朝之间的军事实务合作表示深刻关注 以防止进一步的局势恶化 未来的发展仍需密切关注 以确保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个严肃且关键的问题 俄罗斯是否会在乌克兰战争中使用核武器 首先我们要明白 冷战以来核武器一直被视为威慑工具 而不是实际的战争武器 正如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所说 当前局势下 俄罗斯使用战术和武器的风险是真实存在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立刻就会发生 俄罗斯的核威胁更多是政治上的施压手段 而不是实际的军事选项 哦 楚天书 你的乐观真是让人惊叹 你是不是还以为普京只是在打打嘴炮 别忘了普京曾经说过 如果俄罗斯不存在的话 这个世界也没必要存在了 他可是有打破砂锅到底的决心 而且别忘了1950年代的古巴导弹危机 美国和苏联插点就按下了那颗红色按钮 历史告诉我们 领袖的疯狂是有可能引发恨战的 哈哈 谢奇奇 冷战时期的古巴导弹危机 那可是距离现在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了 看看现在的普京 他更多是在试图保住自己的权势 而不是寻求自我毁灭 普京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 不会轻易冒险使用核武器 因为这将招致全球的强烈反应 甚至是他自己的灭亡 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 全球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在寻求的是核威设立 而不是实际的使用 楚天书 你这种天真的想法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普京的精明可不包括理智 他已经展示过多次对国际法的蔑视 比如吞并克里米亚和干预叙利亚内战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俄罗斯早在2014年就对西方国家进行过和演习 普京这个人就像是个拿着火把在油库里跳舞的小丑 谁能保证他不会疯狂地按下那个红色按钮 谢奇奇 你的比喻真是够幽默的 但我想提醒你 油库确实很危险 但普京更像是一个拿着火把 却不敢进入油库的小丑 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 所有核武国家都受到严格的监控和约束 普京的行为更多是虚张声势 试图在国内外赢得支持 即便在俄罗斯内部 对于使用核武器的反对声音也是非常强大的 俄罗斯的政治精英和军方不会允许一个疯狂的举动毁掉他们的国家 楚天说 我真是佩服你的乐观 但你这种说法就像是把头埋在沙子里的鸵鸟 来看看事实吧 俄罗斯的政治精英和军方其实一直在给普京打掩护 让他可以为所欲为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俄罗斯军方已经进行了多次核武演习 这显示出他们对于使用核武器的准备是非常充分的 你真的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掉以轻心吗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 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外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事业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且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句 我仅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影